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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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1月5日 也是新年头 先跟观众 讲声这个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还有 唐人新年又到了 要预祝你们 龙马精神 龙藤虎药 做生意的 盆满盆满 今天在我们的省府 也有个活动 这个活动也相当有意义 这是教育的活动 原来就是 我们自由党在竞选的时候 他们承诺了 这个 上专学院的学费 会减出来的 今天就是 承诺实验 就是 这个 那些学生 这个大学生 或者去这个 工专学院的 他们可以 就是 每年的学费 是减的 最多可以减的是 30% 百分之三十 就是三成的 最高 可以一年 减到 一千六百元 如果四年的大学 那里是好几千元 这个是相当 可以说是 重锤的 教育 是帮助那些学生 希望他们能够 当然可以读到书 中国人有句话 河海无崖 违勤事案 有时 勤力都不行 就是 如果可以 学费减出来 令到那些 有需要的 学生 就可以真的 回到学 这个很重要 那当然 今天就很高兴了 能够我们省府 是做到这件事 那就是 希望那些 学子就是 成龙 六年来 要一个好成绩毕业 将来可以为我们的安省 为我们的加拿大 就是效劳的 多谢